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七七 疾风知尽草,板荡石成尘 正是李世民的治国之道,用人之法 才开创了大唐盛世,造就了繁华长安 然而,虽然贵为天子,无论你有如何的功绩 也无法去改变生死离别 说起李世民的子女,我们熟知的并不多 但是提起常乐公主,知道的人一定不在少数 李世民爱女是出了名的 而常乐公主又是李世民与皇后所生 为嫡长女,所以官爱有加 但奈何天不随人愿 常乐公主在二十三岁的时候就不幸病逝了 李世民悲痛欲绝,将她葬在昭陵旁边 不过在考古学家将常乐公主的墓打开后 看清里面的情形不禁痛斥一句,禽兽不辱 这句话又是因何而起呢 常乐公主是唐太宗李世民与文德皇后所生 因为是皇后之女,所以备受宠爱,取名李立志 常乐公主的确是天生立志 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文化熏陶,温柔贤疏 在贞观二年,年仅八岁的李立志就被一指下招封为常乐公主 或许是希望她能够一生平安快乐吧 公元633年,常乐公主下嫁于宗正少卿长孙冲 即其国公长孙无忌的嫡长子,正值窦寇年华 说其长孙无忌,那也是赫赫有名的开国功臣 常乐公主下嫁长孙室,也很符合她的身份地位 婚后的常乐公主与长孙冲非常恩爱 所作所为,也都彰显出皇家之风范 被人称赞其具有文德皇后的母依天下之表 但不幸的是,在23岁,常乐公主因病逝世 过早地离开了宠爱她的所有人 李世民更是伤心欲绝 痛失爱女的她,不愿常乐公主走后寂寞 将她的墓设在昭陵旁边 或许李世民想,百年之后依旧能陪着女儿吧 我们都知道,皇帝一般埋葬的地方 称之为灵,代表身份尊贵 而能够在皇帝灵寝附近安葬的人 要么是皇帝非常喜爱的人 比如子女、皇后、嫔妃等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都以能够入皇家陵园为荣 一般情况下,出嫁的公主 死后是由所嫁入的人家进行后世的丧办 而常乐公主因为深受唐太宗与皇后的喜爱 在常乐公主去世后特许修建墓室与昭陵陪葬 距离昭陵也仅一公里,有大量的陪葬品 常乐公主身前喜爱文墓 字画功力非同一般 自然墓室里也具有许多珍贵的字画 常乐公主的元寝在皇室子女中也是规模相当大的 安全程度也是非常注重 不希望有后人打扰 我国对于考古工作一直非常重视 在1986年,国家开始对常乐公主的墓进行考古发掘 在将常乐公主墓进行一步步发掘中 专家发现墓中有很大程度的破坏 很显然,此墓不止一次遭到盗墓者的掠夺 一些珍贵文物不知所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在考古发掘进行到核心处墓室的时候 专家看后痛斥一声,禽兽不如 原来,主墓室常乐公主的棺材已经燃为灰烬 而且专家们仔细搜寻,并没有找到关于常乐公主的尸骸 也就是说,盗墓者不光将珍贵的宝物偷走 还了无人性地将遗骸捣走 专家们更是痛心疾首 从人道上讲,这是对墓主人的大不敬 从科研事业上讲,常乐公主的主观中 必然有更具有研究价值的文物 这对我们了解唐代文化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唐太宗光耀一生,对其女儿更是无比疼爱 将常乐公主陪葬于昭陵 或许也是希望继续照顾她 也能在李世民去世后,在另一个世界和她继续前缘 但奈何,常乐公主如今尸骨不知所寻 目视也遭到破坏 唐太宗如若知道常乐公主千年以后的处境 不知会作何感想 不管怎么说,父爱在李世民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更是在常乐公主出嫁时,想要逾越祖宗规矩 多给她些嫁妆 虽然最后没有给成,但也被后人传为一段佳话 我们今天能够做的就是将考古发掘的成果 更多的展示给现代的人们 让人们能够回顾到1400多年前 看看当时的盛世景象 了解更多的常乐公主的故事 好了,今天的历史知识就到这里 这里是雪原同历史课堂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可以私信我哦 每时每刻为您解答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